这瓶岛真的是渗入啊 那车是不是试一下 这走很危险 而且我刚才听到踩这个冰 那个很闷沉的声音 知道吗 我该走了 一万三千平方公里 是冰岛被冰川覆盖的面积 梦幻 孤独 冷酷 仙境 如果世界有尽头 我想那一定是在冰岛 这是我们从中国开房车 到冰岛后的第一感受 那世界尽头还会有声音吗 在这宛如异世界的魔幻之底 我们来到了冰川深处 听到了来自冰岛的声音 你好 你好 司机看到你们的车 然后我就真的好不可以相信 那是怎么开过来的呢 我们从北京 哈萨克斯坦 你好 你好 挪威 瑞典 丹麦 然后丹麦不是有轮渡吗 轮渡 好美丽 太厉害了 哈喽 师 拍个拍摄 OK 没关系 那是OK OK OK 这只需要两个月 就在中国开房车 要我一半月 如果警察不能阻止我 好的 这样 赶紧 哥们 停止谈 这边夏天还真挺冷的 这会儿也就十几天 然后我们现在去冰川 这边冰川真冷 你看那边都情务起来特别大 我登这个冰川穿了一个馅儿衣 羊绒衫 然后还穿了个羽绒服套了件羽衣 我还觉得有点冷 你看这边的雾特别厚 因为冰川那是消融各种水蒸气 它太厚了 你看它就离地面非常紧 所以就感觉很冷 这里也有冰 对它是火山灰和冰 一层一层叠合到一块的 其实我们过来的时候还是挺暖和的 它冰岛上面中心地带有很多冰川 然后冰川也算是比较大的 为什么中间没人住 因为冰岛的中间基本都是冰川 冰岛的城镇 包括它的首都 其实都是在沿海一带 一降温冰川镇就特别冷 之前有一对中国的情侣来冰岛 它们就冻死在了景点的附近 我们来了时候还看到这个新闻了 所以说冬天还是挺危险的 走得多潇洒 回去拿相机就有多狼狈 冰川下面的水由于都是火山岩 所以这里的水并不清澈 很浑浊 是我们在冰岛见过比较浑浊的污水之一 这里水的温度其实已经非常冷了 2011年的时候有人还在这里 嗯 注意安全 我看到有人徒步上去 突然想起来星球大战是在这拍的 刚刚有个向导从这下来跟我们说 他看到我 太松带 然后糟了 他说小心点别挂 这个冰水就偏暖了 一定要小心这些沟河滑下去 很难上来的 看到了吗 其实我们爬的呀 就是一层冰 这个冰也不厚 有个窟窿眼 看空闲了 小心啊 这个先滑下去 我去 看它其实就是蓝冰 这水其实还挺清澈的 我看到很多人在这里做服务车喝冰水 全师傅你行吗 这水挺清澈的 就是有点下雨 全师傅要体验喝这里的冰水 那全师傅试一下 牛啊 怎么样 跟冰面近零距离接触 怎么说呢 这个冰川水还挺甜的 但是这个雨 我觉得可能这不是很干净 因为火烧火也什么 一嘴灰 就是上面太冷了 拿一个这里的碎冰冰 让你们一颗小钻石 让我们的情意跟钻石 让纯洁吧朋友们 我干了 你们随意尝一下 怎么样 可以 可以 你 我需要 你 给他 我 我 有点 你 你 我 有点 我 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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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个车大脚怪 换了一个六成六的六驱车到齐 要坐这个车去途中 我们要走一段冰砖 然后去看这个蓝冰洞 这种专业的车 你看这个轮子 就已经跟我们的人差不多一般高了 不是四驱的 是六驱的 哇 太酷了这个车 这个车的空间还挺大的 需要改成一黄车应该挺好的 大家都很喜欢这车 都在跟这个车合影 你说什么样的路 就需要六成六的车 出发了 现在的路都很平坦 我很好奇后面的路是什么样 很期待 道路开始荒 这边就不是很好看了 这个路逐渐离谱 远远的好像看到冰窗 目前这个路段小白放眼 但是肯定看着它正确了 晕不晕 确实有点晕 但是这个车挺厉害的 它在这种土路上能开这么快 好 现在要处理突兀 我们现在坐车来到这边了 现在要处理突兀 我们会停在观点 里面能看到河流 会比较好 然后我们会告诉你 我们会知道 我们会学习 那我们会学习 那我们会学习 这是黄衣服的女生 她是冬国人 她的特朗工 是冰岛人 在上海上海的事 往冰川里面走 贼拉冷 这么冷 三层外三层的套好一件 还好来的时候穿的东西不要堵 你的帽子真可笑 为什么我的帽子很可笑 带了两个 我其实感觉如果有辆越野车也可以 不用 谢谢 你中文好好 这里有一个冰岛的朋友 他的中文非常好 他的老婆说他在上海生活了十年 这边特别像死亡搁浅 就是很高级的高级灰 就火山灰和白色的这种配色 再往这边就是绿油油的山 特别冷这个 近距离一看还是很不一样的 噢 刚刚跟他们聊 因为冰岛有家很大很大的公司 在中国的上海和北京 就是食品加工工厂 像肯德基啊麦当劳啊 他那些食品的加工设备啊 都是冰岛的专利 我们现在要往这里爬了 要穿这个冰靴 然后不要穿反的扎脚 他们就把这个乌外的箱子扔在这 不怕别人拿嘛 就这个箱子每天都在这里 这个叫啥呢 冰鞋 哇 穿反了 你看这个钉子 哎呦 你穿反了 哈哈哈 穿上这个之后就很厉害了 其实这个挺方便的 棒 有这个钉鞋就好 这不是那么滑了 嗯 这就 这还是其实有点滑 哇 哇 哇 这个冰川 所以已经在这儿化开了 还是挺滑的 现在几个往前走 感觉政府错闹 很易事件哦 感觉师傅小心翼的通过 哇 哇 哇 这里其实还挺危险的 因为这个桥啊 就是一个木板 然后需要抓到这个绳子 一点点的移过来 哇 这边这也是玩错的 这里的上高桌圈 有小型的水流 没有 现在水流还挺急 过来后还是很壮观的 可以看看这冰川的融化 然后这个山呢 是冰层和火山岩 一年一年 一层一层的挤压堆积而形成的 这个冰洞以后可能就会消失掉 不见了 所以大家能看就看看 哇 这个冰川里好漂亮啊 贼美 太冷了还挺危险的 在这里仿佛可以听到冰岛的最深处 千百年来 冰岛让火山灰 与纯净透蓝的冰川融合 千百年后 全球变暖正在分开它们 而随着全球变暖 再隔几个世纪 地球将会迎来小冰河时期 就像流浪地球里说的 起初没人在意这场灾难 这不过是一场山火 一次旱灾 一个物种的灭绝 一座城市的消失 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或许冰川最终会消失 海啸成为常态 那时候才能感觉到 地球早就摁下了重启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 选拥在水平 哇这恐高真的是渗入啊 每年的冰洞都是不一样 小心哦小心 哇这个冰好清澈啊 它可以看到里面很深的气泡 哇这个冰洞真的是好不一样啊 还挺危险 换不得这个向导说要小心 这趟要是逛下去就不知道被挑哪圈 下来的时候会有点难了 想向南帮忙 真男人不需要帮忙 开玩笑 哇哦 这一趟不错 D&N极佳 我猜很多人肯定好奇 这一趟有多少钱 我们跟导游 然后导游开车 在我们过来 以后花了多少钱呢 网上订这一趟行程是三个小时 用到2600人民币差不多 这个冰洞呢 比想到中会好看一些 我觉得啊 哦 这个大脚怪的车好帅啊 主要是冬天的时候啊 这里雪特别厚 然后很滑 再加上水啊乱七八糟的 所以说就得用这个大脚怪过来 结束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车是你的车吗 不是 不是 它来的 我非常愉快它不是我的车 因为这个车 这个车硬是很贵的 这个车硬是很贵的 它毕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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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高了这个 它看起来不太贵 但是车硬是可能会购买了 Ferrari 大脚怪版小红胖 哇 这个也是一位可以 但它是大脚怪版地区的 哎呦 好 这就是我们的小红胖了 拜拜 转危机 哇 这轮子真大啊 快看 冰岛版 大脚怪版小红胖 哇 它这个车超级厉害 就是冰岛冬天的时候 也可以如履平地 这是你的车 哇 它是4x4 里面有一个烧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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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帅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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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帅 好 我可以进去看 哇 我真是 哇 你会看到机器 它是用车车连接 你可以升车 我会 这里的司机很好 他让全师傅悠享一下他的车 哇 这可以在车里面参观一下 它这里有个电脑 这个电脑可以控制它4个轮胎 然后可以给他充气 我会开始这个给你 这是电脑 当我们在沙发路上 应该是27.5或28 所以之前我们在沙发路上 我只是按摩 这就是GPS 这就是GPS 当有很多雪 我们没有看到路 我们使用它当有很多雪 所以我们需要继续 GPS 我问你这个电脑多吗 非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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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所有东西都改变 所有东西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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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改变了 所以改变也很贵 我们从中国 是 我们从中国 今天很幸运 认识了一个丁岛的朋友 而且他还会说中文 最重要的是他在中国还待了十几年 所以沟通起来非常的顺畅 但是我胸前那个GoPro 他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录不了音了 刚刚聊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我问他 本地人觉得冰岛物价怎么样 怎么贵 他说很痛苦 他说所有冰岛人都觉得冰岛很痛苦 这边餐馆既然卖东西这么贵 这么赚钱 为什么这边餐馆很少 他说本地人没人去 他们自己在家做 因为大家都知道贵 这个不愧是全球物价第二的国家 这个本地人都深受其爱的感觉 然后我问他食物你觉得中国好吃 还是冰岛好吃 他非常的迅速地告诉我们当然是中国 他很想念中国的外卖 回来冰岛之后发现没有外卖真的好痛苦 他还很喜欢吃鲜的肉夹馍羊泡馍 这边的风景真不错 这边也是华海 今天我们在这儿做个晚餐 这里蚊子有点多 要不我们还是回车上做吧 旁边都是动物的便便 蚊子有点多 还好可以回车回车上吧 还是在车里做饭得劲 这就是真实的露营情况 就是如果靠近水边的话 一定会有贼拉多的蚊子 担心可以在车里做 但是外面那个花呀 还挺好看 就是漂亮 那我们现在煮意大利面 这里只能卖到意大利面 煮一些意面 然后做海鲜面 一些素冻的小海鲜 配着这些蔬菜 这个看起来不错 自己做反正比在这边吃好多 这个东西不太好吃 又贵又保持 这个蘑菇汤的铁味 这是全师傅精挑细选的小海鲜 汤汁浇到意面上就好了 这个我们正做了饭 突然间看到前面有些羊过来看着我们 突然间想吃涮羊肉 那只比较小 发进来嘎掉 这煮的还挺不错呢 油光水滑的 它这边都是当地的调料 应该没什么问题我感觉 诶煮好了 我们准备开吃吧 是不是不拎不拎的 海鲜蘑菇意大利面 来你们先来一口 来一口 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混合果汁 什么苹果呀 西梅呀 它挺好喝的 最近找到了很合适的喝法 这个浓缩果汁倒一些 因为它配气泡水简直绝了 超好喝 这个是柠檬气泡水 这个颜色真不错 干杯 可以吗 我可以 我比较喜欢清淡一点 这边东西都好咸啊 今天终于吃到清淡一点了 这边这没什么好吃的 小小同学 已经在那边厨艺暴涨 背货增长厨艺 具商事 有那种冷冻都洗好蔬菜 有那种冷冻的各种小海鲜 你把它拼到一块再放点调料 放点面就可以做了一顿饭 这一顿两个人估计也得花他个小一百块钱 但是跟这里的物价比呢 已经算是还ok的一顿菜式了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好精神不感 绿水长流 一起开始冰岛的环游之旅 晚安